这一题当年考难了很多人 因为我们公开试的年份 我现在找到了1974年的卷 香港的公开试是很早的 有些人说汪明全都考过会考 香港的公开试是很长的历史 但是这个圆形的特性是历史性第一次考 所以就难了很多人 但是你预计他考过一次就很少翻炒 所以如果你没见过这一题的时候 你现在去做一做 因为他这么久只考过一次 如果你做过的时候就会发现难理不了 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一题 如果现在O是中心 他就说QPR是38度 接着AB等于CD等于EF 他就问我们QOR是什么 QOR是这样的 原来我们就要凭借这一句说话 AB等于CD等于EF 我们要推敲 O to EF 是会等于O to AB 是会等于O to DC 原来他们三个 由O到这三条线的距离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说的距离是最短距离 不是,我等于择个圈才到 这个就没意思了 那为什么呢 原来就会是EQ COR 定理就是EQ COR EQ DISTANCE FROM CENTER OK 所以原来我们就可以画三个距离 随直距离是D D D 这里这样下来也是D OK 而他们也是随直距离 如果我们画了三个随直距离之后 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原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什么资料没有用过 有的 有的 这38度还没有用过 好了 这38度还没有用过 也不用怕的 因为呢 我们会知道 就是呢 其实 其实呢 你这38度 那我们这里是90度 这里是90度 好了 如果呢 我现在把 我现在把线这样拉开它 OK 好了 我想问 你看到有几个传等三国形 几个传等三国形 在这里 例如 如果这点叫M 这点叫N 这点叫Z OK 好了 OMR 原来是会传等OZR 为什么 因为 首先大家都有90度 大家都有90度 然后 大家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OK 这个距离一样 再者 大家有条OR common side OK 所以原来是全等三国形 来的 那就是这里是A 这里都会叫A 那我们补充 三国形 OMR 是相 全等 三国形 OZ 那原因呢 就是 SAS OK SAS SAS 是对还是错呢 是 错的 留意 我们刚刚是说 左边 还有 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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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直角 那这个实际上不是叫SAS 虽然它是两边一角 但我们对于这个这么特别的样子 我们有个名字叫RHS 那是中一角的 那这个就无关事 这个MC就不用理 但我们补充 好了 那我们先看 刚刚不是说这里有一个A 是不是 那我们会知道 在看着PRN PRN 这个三角形里面 我们会有 38度 加 2 加A 再加90度 是等于180度 OK 那写出来不知道有什么用的 那先写出来 对吧 再看看旁边 旁边 旁边同样道理 我们会有三角形 OZ Q 是全等 三角形 ONQ 原因都是RHS OK 所以如果这个我们叫B的时候 旁边都是叫B 那你会看到 现在看着大三角形 PRQ PRQ 这样你就会有 38度 加2A 再加2B 就等于180度 那我们就会算到 A加B 是等于 180度 减38 除2 答案是71度 那这个呢 是from 三角形PQR 那我们如果要回答案最尾的这个值 OK 就是这个QOR 那就应该会等于180度 減括弧A加B 因为我们看着三角形QOR OR的时候 看着三角形QOR 那内角和就是这个加这个加这个 那然后虽然我们不知道A是什么 不知道B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A加B是什么 那A加B就是什么 A加B就是71度 所以答案就是180度 答案就是A 答案就是A 这个定理了 那14年的同学就 一年 是什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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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